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会和大家做一道我最喜欢的家常菜 就是蒸水蛋 我朋友Randy有个频道叫Made with Lao 这个是他们的私房食谱 如果你不知道他们是谁 快点去他们的频道看看 Randy是Bay Area的制片人 他爸爸就厉害了 他以前不单只是一间餐厅的厨师 还是那里的华士人 不用说他们的影片专业得来 步骤又清楚 他的菜还令我思香 刘爸爸在影片里讲广东话 所以我们可以一路煮东西 一路学广东话 开始之前记住留言给我 订阅和按钟 我们开始了 刘爸爸的食谱非常之简单 我们只需要四只蛋 两条葱 两杯暖水 半茶匙鸡粉 半汤匙油 半茶匙盐 和白胡椒粉 如果你想知道多点关于这个食谱的资料 可以在Description找到Made with Lao的blog link 这个blog实在有太多有用的资料 我这次不可能和大家一次分享得完 事不宜遲 首先我们要把葱切小块 然后放在一边 我们煮好了 再加上去 之后 刘爸爸说 要把蒸架放在锅上 但是我没有蒸架 所以我要想一下鸡蛋了 我乱来的 OK 那个碟下面 就是水沾到的碟 三分一 差不多 那它就快脆了 我现在放个碟下去 量一下需要多少水 那这样看下去差不多了 之后我们先拿开一只碟 等些水滚才放回去 那我们等水滚的时候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蛋汁了 在鸡蛋上面加些盐 加些油 再加些鸡粉 再加些鸡粉 留爸爸说 蒸蛋的最重要是把蛋拌到它均匀 再加些水滚 再加些鸡蛋 然後加入一些暖水 老爸爸说 蒸蛋最重要是用暖水 炸起来的蛋 它就会很滑 好,看來水已經開始滾了 是時候放一隻碟下去 之後放一些蛋汁下去 這樣很容易倒閃自己 劉爸爸說,開始蒸的時候 最重要是開大火 至到水開始滾 水滾開的時候,關小火 再蒸多8分鐘 我很喜歡吃蒸水蛋 它方便快脂 又健康 而且真的有家的感覺 我媽媽通常放新鮮蝦 或者蝦米下去 之後倒一些熟食油 這樣也挺好吃的 但是我這次很想試一下 劉爸爸的版本 好了,現在差不多夠8分鐘 讓我試一下等一等它 中間好像沒有動了 應該熟了 最後灑點蔥和白胡椒粉 好,現在拿它出來 但是我不會像劉爸爸 赤手在熱鍋拿一隻碟出來 那些高手才可以這樣做 完成 是不是似模似樣呢? 合不合格啊? 我希望我沒有落劉爸爸的面 那走之前我想跟Ranny和劉爸爸說聲多謝 因為他們給我在這條片用他們的內容 你們有什麼東西吃?想我做呢? 所有食譜都無人歡迎 在留言告訴我 下次再見 拜拜 哇 哇 好滑啊 我很喜歡吃中國菜 好吃嗎? 好吃 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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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蛋 好吃 多謝了 爸爸 你看看 你在這裡 你 你 看 看 知道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